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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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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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机的线圈还是好的 但是因为我要把三线改成单线的 运行方式不一样 必须得重新绕线 好可惜啊 好神奇啊 这三线电机竟然留着那个离芯片的位置 那我直接给它上一个离芯片就好了 我原本以为它没有这个位置的 我准备在外面加一个控制电容的开关 但是现在它有了 我就不用弄那个外置开关了 这个机器的配件我已经拆完了 接下来我就给它除除锈 这个三线电机它是没有电容的位置的 所以需要我自己公司 在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 分别供四个螺丝的位置 还有就是这个轴偏大了 离芯开关放不下去 不要用车重车到这里面这个位置 其实这些都是小问题 最关键的还是数据 我昨天查了一下 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的数据 单身电机的 接下来我就按照这个数据去弄 车重车大了 现在还能够的看起来 已经成功了 下来就个冰箱了 终于一点点 没有这个动作 要的 他会把电池放弃 就是这次刚才误了 有一个五个 用来的 用来 都已经是关键了 我的好 生але做不到 做不到 とは 做不到 做到 做不到 做到了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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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ニンニン challenges Š space 鸡 煮 鸡 鸡 这个塞净电机改单身电机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就要解决这个离心开关的位置 这个轴太大了 我需要在车手上撤一下 这个塞净电机改单身电机的所有材料已经找齐了 然后它的轴是偏大的 我已经用车重撤好了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的部位除锈的 我都已经除好了 最后我就把它们组装起来看看还缺什么 这个我现在已经拆了 然后再去找到的 这个车子就会更容易 然后再开小门 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用的 就站在冰箱上 就在冰箱上 这两个机器我已经弄好了 然后现在还缺这个放这个机器的架子 还有这个齿轮的链链没有 还有这个皮带盘的这种专属皮带没有 接下来我就开始先弄架子 这个架子我已经焊好了 然后它需要的那个链条 我在那个摩托车系列厂找了一根 还有这个皮带我也找了一根新的 接下来我就开始煮中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煮中了 是下来就先煮了 第二次煮中煮的链 细枝 就是在炸熟的链 炸熟的链 然后煮链 一碗煮 放入冰箱 这个机器它原装的样子是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我只根据它运行的原理就做成这个样子 那个电机三向改单向的也改好了 接下来我就试一下看能不能用 这个机器超级好用还可以解缝出手 我在改这个三向电机之前我还怕这个动力不足 但是现在用了以后发现超级棒改得超级成功 然后就等着那个木工大伯自己来拿了 这次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